來到港萬咬借邦第167集 第167集,第169集才是港棍節 剛才我們有提到另一位大師傅 講一下黃玉朗的春秋戰雄,今個星期講的另外一本大作 好像在我們討論區都有朋友讚 有嗎?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這兩期是公心計 主要都是公心計,來到就是講三條條 一個就是神朝,公心計裏太子爭位 究竟太子應該想怎樣 之前一直在威威勢勢的聶豐大王子 就不和昆倫被拆封為太子 現在應該只禁驚 還只禁驚又換了,九江 九江十二方是講讓走的 新一些,指甘驚慮 所以昆倫希望透過控制神朝 就阻燃對人間的傷害 其實今期都已經講得很清楚,說是這樣 這兩期說都是這樣 有一個單挑大會,要一個抽不知多少個 總之就是龍後,打烈豐後後 好像又買兩天的兒子互相打 但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龍後那邊要四象大陣 大陣 但我猜他應該全部通過給韓龍 好像他今期的報告 合逼?功力? 但如果反過來,應該是成就了大陣 然後過了功力給列豐 才可以構成之前的賭注 因為列豐挑戰 列豐也是很古怪的 列豐 唯一舊的兒子 這段就OK 繼續醞釀下去 其實故事還未正式到大陣 但剛才這位說的 什麼功審計,指甘驚慮 就是龍鳳以後 經常來爭寵 真是很搞笑的 不過算了,作為古裝 我又不可以批評 為什麼經常要有兩個老婆 和我主筆不知是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大聲一點,聽眾聽不到你說什麼 不知是否和主筆有關係 肯定是和主筆有關係 因為是他寫的 其實比較大聲一點 這個喇叭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但是很搞笑 剛剛最新這一期 如果節目出門的時候 就是上一期 因為今期叫龍鳳後比高低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這個書題呢? 就是因為這一期的封面 就是講龍鳳和鳳後扭打 結果呢 有趣到呢 其實呢 一頁就霸了手了 即是第三頁 其實就打完 我都壓不低對方 於是兩個人就分開 然後就說 今天就不跟你鬥 然後就散水 有權證 是啊,真的很搞笑 反正都沒有人做叛叛不兜 是啊,不兜 我相信這個畫面 在這麼多年以來 已經會不停重複出現過了 除非今天才來 好像在威力細這樣說 那些幕 很搞笑 然後 忘記了 是我已經分不清楚 哪個龍鳳後 哪個鳳後 白白就是龍後 對了,鳳後就跟阿坤倫說 其實那個念丹頂 其實就是神帝過下去 其實再交代多一次 但這件事明明是之前有說過的 在大夢專者和阿 不是神仙和周顯說的 的時候已經交代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解釋 其實有段時間 在說明上面 有少許重複了 所以其實關於這一段 我覺得其實 比起之前曾經提過神朝篇那段 都是弱了一點的 現在他就說 為了要有足夠把握 把握太子哥 所以就要有天羅四象大陣 因為只得一日決戰之期 四象大陣怎麼搞呢 唯有一夜練成 就只有這小子能夠脫胎換骨 這個其實是說韓龍 我猜是因為 其他人本身已經修煉了一個 自己很純熟的過程 譬如其中一個是風 一個是火 一個是水 如果突然之間要過 他也是平衡不到 所以反而韓龍 它是最淺薄的功力 你過下去就可以 令到四象可以合四為一 就會更加容易 所以為什麼選韓龍 這套東西是大家鬥用迅速提升功力的做法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反而是你選擇的 可能這個陣是要四個人的功力都要比較平均 才可以分成到 但韓龍明顯是特別差的 所以他只要提升韓龍功力 令到四個人都不平均 才能達到 譬可以分成 譬如我是列豐王子 我過30%的風給他就已經夠了 最後應該是把功力過給列豐王子 他沒有外人打 只是抽 那換人 換人 換人打 即是不要列豐打 因為他之前是帝子之爭 沒有所謂的 那我派我的代表出來打 如果你都打不贏 他最早說明是他兩個只抽 沒有所謂的 印牙都換人 代表出來打贏 又有爭拗 大家找他拿武出來打就行 打他拿武 所以這裏也呼應萬記說龍鳳後 比高低 情長賀台慶那些 其實他們兩個不是真的 武功上比高低 背後還有計謀 是延續他們兩派的計量 即是駱翼寧和陳志雲兩派的爭鬥 原來是後來的 陳志雲 那他也被人刺 李奧斯 我猜吧 有人說他是攻擊型球員 是嗎 很難說 80年歷史 不是道道友的 塗一塗在手上聞一聞 嗯 真是屁眉 另外 明軌那邊繼續有舉動 上次說過他 手靚 採起風雲 雙部出面招兵買馬 又弄了一堆人 其實這個%我覺得比較厲害 修羅王宇五軌 那段就說去 周朝那寧冄八 院北見天 不見天是好像在宋國附近 在周潮所損到馬上.. 已有修羅王和五軌 本來六鬼狗咬狗骨經意剩下五鬼 然後就打算收他皮 找商部救他 然後就很簡單 商部很簡單地收拾了五鬼 然後就打算搞修羅王 修羅王就被萬年玄石連鐵鏈一起鎖住 令到他走不開 商部就說 修羅王就說 如果你打贏我 就跟你啦 有這樣的意思 因為他有點自視很高 覺得我身世有什麼可能做你商部的男人 因為現在他有兩個稅 一個是報稅 另一個是人稅 人稅就更加不要說 其實他是文官 其實他應該是紫線 商部就是紅軍 明顯 修羅王就覺得自己應該是二路軟碎 沒有理由 為什麼還要做你的紅軍 這個男人真是離譜的 結果紅棍王 商部就打算去教訓他 以為會大打一場 結果其實商部就打爆了一塊石 那塊萬年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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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修羅王於是就說 既然你打爆了那塊萬年玄石 那塊萬年玄石 我就跟著你啦 紅軍 但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修羅王說 連我都振不開 你竟然可以打碎 大哥 你把鐵鏈困住 你當然打不碎 換轉你打他一槌 可能你都會打碎玄石 很難說 修羅王本身最強的武功可能是背脊 可能他吹水也可以 明明沒料到 但又說我要做二路軟碎 終於找到下台階給自己 好啦 那我現在跟著你啦 其實他只不過是包皮的級數 開始看到新的麥道那邊開始成形 但是我覺得很搞笑 你多了多少人 你多了六個人而已 然後黃白又說 一時之間麥道的勢力大了很多 大哥 從當初三個人增加到九個人 三倍 三百倍增長 OK啦 既然 又沒有換基金那些都要計算 既然你說到這樣就沒辦法了 很多餐餐 大哥 又麥太山又麥樂雞 OK啦 既然你說到這麼大 我也覺得很搞笑 另一件搞笑就是那五櫃 我沒有留意 但冰姿就覺得這一點很強烈 他一到的時候看到五鬼就說自己怎樣餓 為什麼會剩下五鬼 因為吃了幾個人 拿一條光絲引鷹來當作糧食 逐個形容 無端端彈一隻 其中一隻肥鬼 餓到你肥絲大正 其實本身每個人都很健碩 不過有個更加像麥尊名鬼那些肥犀 他會不會是機民那些生虎獎 有個這樣的肥鬼 如果是綠菌就要吃 你會不會看到第六個可能更肥 那倒是 因為再遲幾天來吃就吃 下一個就到他死 所以這個老大為何說一定要跟他 因為如果不是他死 滑一把冷漢 嘩 真的很幸運 我覺得他們這五鬼出場都挺搞笑 他們說到自己怎樣窮空極惡 食人那種那麼兇殘 但過程其實他們好像在掃褲一樣 感覺不到他們是惡人 是啊 這班人真的很慘 又說什麼鐵鏈傳弓 鐵鏈也不是綁住那塊石 冰雪你拿你的電話出來看看 那條天線都是沒有連著的 沒有線的嘛 你真的當他們那些全部是藍牙嗎 老闆 每人放了藍牙在那裡 中華武術精妙之處就是在於可以跟藍牙一樣的效果 這叫隔空傳弓 那可不可以長途傳弓 當然是 大功力 貴一點 十幾元一分鐘 然後另外一段就是性公子編 嘩 這個厲害了 嘩 屈機了 簡直是扭轉了整套作品 這段就是當年陳奧南琴了《生雞條女》 電影版的故事 好像真的也是 正傳入面 好像正傳也有 為什麼他要敗走就是因為這樣 被一領坤洞 穿了紅袋 即是可以顛覆這本書下期就改名 不是春秋戰紅 春藥戰紅 春情戰紅 一路都是這樣叫的 春宮戰紅 這裏就說聖公子被人下了春藥 然後見女就上渣 公子宰新修那幾條靈 道他 於是就搞雙炎 那我就以為搞到的 我打算OK啦 既然是這樣也好看 雙炎也搞不到 你聖公子的功勒 就是這裏令人一點眼鏡 公子宰還要上演一幕 就是輕友帝公 如果凱莉有聽到就沒有亂想 那條女的事 不是公子宰 不是輕友帝公的意思 就是說 公子宰還要靠三子 小三子的 大家都算吧 看不到 雖然這裏很淫賤 夫妻如衣服 無所謂 其他人就說 不行一定要殺 你捉了就行了 就是跟循國律法 怎樣做 既然是這樣 於是就走去對 放火箭 就堆壞了雙炎 公子宰 不 sorry 聖公子宰固然逃脫了 而公子宰的計謀也得逞 而我是聖公子 我就會不妥公子宰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兵無敗的 其實兵無敗 兵無敗 易容變成聖公子宰去搞雙炎 我是兵無敗 大哥你把我弄完才行 可以嗎 他想弄多一招 兵無敗 一拘捕再多拘捕 但聖公子原來因為 看到雙炎 就火起了 想弄他本能想弄他 但是忍著自己跳到胡城 冷靜 他又想起這條舊賽 所以馬上火稍微降了 所以走了 這麼慘嗎 鳳香 我只是覺得這個設定很有趣 對 想起鳳香 是不是更想弄 對 很多古惑仔的橋段 都是這樣的 他一開始見到公子 都是以為見到一個 沒有穿衫的鳳香才有空洞 對 最後就是因為鳳香而不想弄 真的成也鳳香 敗也鳳香 鳳香的設定變了 變成保母校長校監 看到那些老虎 看到自己的老婆 真的騎也扯不起 出去就龍青虎 過關就知道 他想起有個兒子 沒有了 天地合龍的時候還給他 現在就是這麼幸運 可以脫掉 再來多忙 就沒有這麼幸運 對 但結果無論如何都好 從此之後 聖公子被秦國人定性為淫賊 所以 驚天大冤屈 就成為了 大約是這樣 有些勉強 其實這一段 還有 兵無敗 應該是 不只是覺得 Truck少了不值 應該說 搞錯 主子 差點想犧牲我 本來亂箭射 他那裡是沒有夾過的 尾爾那頁 聖公子 是一個精光眼 我是淫賊 是的 他當然是一個淫賊 但前面有一段更搞笑 不要怪我們 通常都是把好笑的東西分享 好看的就自己看 不用分享 話說 所以說雌尤王那段 其實是想鋪麥道那群人出來 然後突然之間 說雌尤王那群族人想衝出大黑山 光復雌尤的陰脈 突然之間有兩把劍殺到 果然就是那群妖人在這裡為患 所以就有幾個蒙面人走出來 那群是自然明那群人 他們都蒙面 目的當然是不想人知道 記者 可能是警察 又沒有穿黑衣 應該不是 但既然蒙了面 本來就很明顯是不想人知道她的身份 但他就大叫 我們麥家弟子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那你蒙面來做什麼 麥家弟子又不是很好奇 你們是麥家弟子 不止 那你蒙面做什麼 你又不想人知道 你究竟想人知道 你不想人知道 你是誰 我當初第一眼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們蒙面是為了避山區的脹氣 我沒有想過 正道人士為何要蒙面 所以沒有從這個方向去想 我就從這個方向去想 我搞笑了一些 想想想就是有巧妙 麥家有兩麥的 麥磚和麥道 什麼 明鬼那邊和麥道那邊 巨子那邊有什麼問題 那他可能想教我對面 你怎麼知道 麥磚倒了 應該是人都知道的 那個以來就死了 嚴他力這麼發達 應該是人都知道的 以前的資訊 嚴他力的時代 以前的資訊 那麼不流通 OK 可能是想教我 好 春秋戰龍 沒所謂 我們都會繼續買 繼續說 繼續分享 講本簡單一點 講本《魔獸究極》 講完再決定講不講另一半 《魔獸究極》大家怎麼看 現在變成月刊 你是說這本相隔了一個月 還是再下一期相隔一個月 其實這本都相隔了一個月 因為他本來說雙周刊大脫了期 之後這一本到第二期到第三期 會再一個月之後 第二期他都將自己封面的字體 都做了少少轉變 其實看到他們是有樂點心機的 但可惜真的可能人手 有功力問題 有很多事情不能夠盡視盡美 我覺得他介乎在 介乎在 老婆仔 那些畫質 至到大寶那些金瓶梅之間 你想想大寶都不會特別多人手幫他 以我所知 其實他都不是特別多人助理 那些人手那麼少 其實他給志文做得多事情 在背景上 都落足功力 所以做周刊一定是應付不到的 都理解的 但如果是故事 即是滅相頭那些 那些 只能夠說 比起老婆仔那些 或者宅男那些 好些些 劇情上 兩期 我覺得他要交代故事 太多 和去得太快 人物亦都多了 上期 第一期出完之後 小貝有說過 根本記不到人物 當然 因為他是無知的小貝 人物太多 亦都沒有 一些關鍵的氣氛給他們 所以大家 不記得都是正常 但是到第二期 他依然要交代很多 往事 變成是看得很趕 除非很有心去 嘴著那些劇情 如果不是 都很難投入得到 因為 司迪剛才開咪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本作品 真的不太適合做薄慢 這樣的形式 沒有啊 我沒有看故事的 但我單看畫 那種簡約的程度 比較 我覺得比較 如果出世一點 就會好看一點 如果你出那麼大個島 就好像 就好像 畫面太過空 太過刺 沒有什麼要看的 這麼暴露了 不是喔 Sorry 我現在從這個角度去看 I mean 這個角度 就是 因為現在司迪 我跟司迪坐在打對面 他揭著本書 我就從 倒轉本書的角度來看 形容金中罩 OK喔 本書 反轉看會OK 我認真的 我不是搞假的 為什麼呢 畫面好像是豐富了 哈哈哈 剛才司迪說 他比較兇 我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不覺得 我認真的 但是很多時候 第二期已經看到 人物面相不穩定 我反而 是的 反而是人物面相和實景 合不到 沒有 因為他的人物面相 其實是 有些像梁偉豪那種 的風格 其實沒有那麼多 撇線 那些東西 反而 我會覺得 因為這樣 跟背景 有些不配合 如果剛才司迪說 他出生到 我就會覺得 反而會令到 背景物質質 我一直這樣 我現在這樣看 就會覺得 很多東西 反而是 這些要調整的 出生到就會有兩者 現在是 人物和背景相配 不是很相配 如果要認真分析的話 因為我都沒有認真看過故事 所以沒有辦法評論 但是我買的時候 也有跟別人談過 那些人都擔心 究竟這本書 會不會出到第三期 那可能真的要視乎 第二期的去書如何 如果有買第一期的朋友 其實都 我自己 私人在科技 支持這些比較 小本經營 沒有帶公司支持的作品 如果跟過去一年 出過很多書比較 他還未至於說 不看一期就要剪 儘管看下 三期至五期 他可不可以交代一個 原本的故事出來 嗯 好 接著 說 黑豹還是環城 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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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故事 冰火大戰 沒想到嚇死 其實他這裏也勉強回應了一個 原本的火族入侵冰族的十年的大戰 在原著裏面 現在其實是在說頭炮 阿刺驚被迫退 但冰族已經冰敗如山倒了 正在準備一些切退大計 送走一些重要政要的 對 例如李阿勤 聽 因為我沒有看過原著 但聽聽留言版的聽眾說 其實現在十一期 十一期 十一期左右 其實他說 交代了很少 很多原創在裏面 我想他是打在那裏很多原創 即是打的過程 原著也有打的 但沒有描述的過程那麼仔細 其實你可以想想 如果他說 火族入侵冰族是一個十年的大戰 其實是有點像 特洛伊迪戰爭的 但是 我們看看Troy他改編做電影版 其實他也是變成一場大戰 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講的是Black Peet那一套 其實通常為了要減低 很慢很慢的過程 例如Planet War也有幾次 Planet War也有幾次 所以 其實他是需要 將他加多一些武打的元素 令到十年的戰爭 變成一個很刺激 和很激烈的效果 我理解的 我不覺得不夠氣勢 但當我知道他是十年的戰爭 我反而想想他如何鋪排一個十年的戰爭 但如果現在 兵族都弱到這樣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打到十年那麼久 反而 當國王都重創王子 一個捉了一個死了的話 這個國家我們很難想像 可以再繼續對抗十年的 你最強狀態的時候 你都拆不住了 你火族還有一個族長 國王還不出去打 雖然他對抗十年的戰爭 雖然他對抗十年的戰爭 武功不能再提升 但他本身也不差 所以如果他出來了 基本上是贏還數 現在兵族的國王也有重傷 對抗十年的戰爭 你想想他連最強一擊都不太有效 對抗十年的戰爭 在這個編章 即是《冰火大戰》的暫國一決段落 於是就扔了兩條小孩去下凡世 他說 這兩條追逐凡世的孩子 其實在凡世的孩子很快就會大 在《冰火大戰》裡面 就會將劇情推翻變大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 他們兩個沒有《王國》的身份 被任之下 如何在《冰火大戰》中成長 阿冰姐覺得很搞笑 這兩條小孩扔他下凡世 這兩條小孩真的笑爆嘴 很明顯整個國家都不喜歡他們 表面上就說要保護他們 多麼重要 但在臨踢他下凡世之前 就封了他的零力 什麼武功用不了 又不派士兵去隨行保護他 又不讓他拿著一件工具 錢又不讓他 死了 那算了 不是 他全部交代 第一 為什麼有封靈力呢 就是因為不想被火族的人找到他 而 就算派徐從的話 那群徐從都會有靈力 所以都會知道 冰族也有些士兵 沒有靈力的士兵就可以了 對 對 好像那些港巴 港巴 應該是扔小孩去非洲 體驗一下生活 你每次都被他帶著一百幾十萬 很容易被人勒索 你給他去經歷去體驗成長 你不要丟他在他的火坑裡自生自滅 他們現在的遭遇 連能不能夠過到活都成問題 現在他的目的不是要給他體驗 是走爛 你最少給他把刀拿著去燈房 你要他走爛是想他安全 不是扔他另外一個更危險的環境 那就有信心 對兒子也有信心很重要 你不要經常連鞋帶也要幫他綁 港鞋就是借用練成的 他為了學識鞋帶 推他去新地方 但綁著他雙手不讓他用手綁 只要有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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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有交代 因為那群獎勞或零力者 是未見過彭世的錢 所以他不懂得給他們些錢 給32黃金 他不知道是在用人民幣還是港幣 他未見過港幣就不能把港幣出來 所以結果唯有圍下食物給他們 去自生自滅 你知道這兩個年輕人是不生性的 看到那些動物都給他們食物 不關我大意的事 那大意是否可以阻止他 你要同意的 你不要什麼差都怪了那個弟弟 所以你看一下 當卡索知道 當日破了結界 是因為跟他有關 他也沒有內疚 他只怪一隻小鳥 是吧 為何沒有食物 是因為小弟 我從來都不會怪到 小鳥和小鳥是兩樣東西 當然 我怕不會 其實是兩個情況 其實我也知道答案 你看他也不相感 他也不怪自己也不崩潰 唐白寫他崩潰 但是他不崩潰 肯定是小鳥 因為自己衝出去 搞到結界破了 令火災入春 回到一定會燒他們吃 到了凡世 看到現在很餓 為何 因為弟弟給了食物 那些小動物 你可以阻止他 這個人也是不懂得反省的 不用說 他已經完美了 還要反省 對 可能我是完美 所以不關我的事 社會不會有那句話 錯的 不過其實今期我挺喜歡大哥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肯為兵族犧牲 他那個犧牲和很自願 由來已久他都知道 我大王知道 說泰雷 論實力 古倫也比他厲害 論潛力 英空式也比他厲害 如果要說到 你看看 然後就說 而卡索就是這個 天佑帝星 紮身人頭 即是他的命好 天佑帝王明格 這東西像什麼呢 胡應相批堂英年 他的腳頭好啊 即是無能 他沒有東西可以稱讚他 不是容永期嗎 對啊 是容永期 胡應相也是 都是腳頭好 不是 容永期是祈禱啊 上帝就給他指引他 所以這個應該是回應相來的 你看看 三王子就是腳頭好 他找不到東西讚的 論實力又不及二王子 論潛力又不及四王子 怎樣讚他 令他覺得他比我厲害呢 好吧 就說他是天明帝王明相 受中央的祝福 對 一模一樣 所以為何將來會是卡索成為這個 呃 就是 兵族的帝王 對 而 英空式就是梁振英 他就是半變 投靠了火族 是不是 嘩 我突然之間很景仰郭敬榮 他在這麼早前已經看通了香港的局勢 我很想知道這本書是何時寫的 啊 阿梁真是大逆不道 我最印象是這個大王子 他真是看通了自己的位置 全面奉獻 他就是三無一友 就是有自知之明 三無一友是曾鈺成 是主席來的 立法會主席 三無一友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什麼都不及其他三個 二王子就是反太 民望最高 啊 真的 所以我突然之間覺得 如果曾鈺成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我也有時候可以考慮一下投的一票 可惜他不是 真的 唉 我覺得其實這段寫得不錯 他那種全心奉獻是 亦都不計較任何事情 他的存在就是為了支持他幾個弟弟 但是二弟又不擅長 因為在廣晚界裏面 那些小器人太多 就是 每個人都是眼紅的 那些大哥 那些弟弟 然後背後搞很多陰謀鬼 例如聶豐王子 是嗎 就是那些 或者是公子仔 那些大哥通常都很糟糕 那波會不會跟他前面有些少少不 我可能經歷劫難 我記得泰雷最初出場 是很嚴苛的一個人 你以為他很厲害 我覺得略大有少少少是小器 你來到這裏 你會覺得他突然間的心胸很廣闊 很大量 因為知道中央不會選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經歷劫難 但是我想問 會不會覺得他不太連貫呢 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他的嚴格 當時他的嚴苛 反而是令我覺得他有實力 誰不知他是沒有實力 這是我覺得的唯一落差 因為我覺得他們幾兄弟很愛對方 我在作品一路看來都感覺到 當然我不知道其他幾個候選人他們的特場是甚麼 當然我更加想不到 原來卡索這個混蛋 原來他真的是沒有特場 條命都好 條命都好 真的沒得好說 但是我是感覺到 就不覺得他是小器 其實這裏最新這段說他真的犧牲了死了 斷了手腳 又不是 不過他用易容術把自己變成卡索 他最多都是燒焦和斷了腳 如果他這一刻真的說他死了 我就覺得實在太值得恭喜 因為沒有機會再被人捨爛 是呀 斷了手腳 我看到陶拜 抱他回來的時候已經斷了手腳 我很怕廣漫整天把這角色寫得好 但是過十期八期之後又寫鬼爛他 如果這一刻已經寫到他退場 我覺得 起碼在幻成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我最欣賞的角色存在 就像當年的秦商一樣 他都有點像 其實你這樣說 他的個性或者最後的結果都有點像蠢商 不過 郭敬明寫不知道 如果被葉明發那邊寫就會不同 這個很明顯長空的計謀 很明顯達頓的棋局 計中計 計中計 最後要騙的其實是讀者 沒有騙的他都說完 即期就揭曉了計謀 但是這個樓下個星期說定 都可以說完 我們好像都整個月沒有說黑炮 沒有所謂 因為是黑炮三州 好 基本上上期就說到 死了 黃河 黃河就變成神武不死 抓好圍抓去屠殺人 在自己家園裡殺 之前他很不妥長空 就是因為長空殺中國人 轉頭他自己做得更狠 這個是不是醜了中國人 他殺不夠 他殺了一億幾千萬 不是那棵是樹要報仇 其實鬼不認同 對 黃河是不認同的 很明顯 你看到 現在他跑去殺中國人 還說是醜陋的中國人 我覺得這段有點無謂 但其實他那段是計 因為黃河當時撕掉那個人皮面具 撕掉那個人皮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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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鐵勇 就去給黃河殺 原本呢 鐵勇呢 就是說 你救我是不是想我可以報仇 而他報仇呢 這個final的結果呢 還幫他變成長空這樣的樣子 就是如果給我 我就當然是以為我可以報仇 誰不知你還是要我死多一次 然後你去幫我 他這樣叫幫我報仇 或者給我報仇 他覺得有點奇怪 以這個突然彈出來 功力又不太高的角色 如果他能夠擔到那麼重 我都覺得有點過份 如果他能夠成為 消滅黃河的其中一雀 我想他都 就等於當天看火鳳 牛腐一樣 喂 公之焰頭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跟我說 給我報仇 和你幫我 給我幫我報仇 是兩回事 這件事 其實好像我今天一個遭遇 你是不是每日狼 類似的地方 我上了一輛小巴 平時那個位置那輛小巴 是說直通旺角 不進深水埗 我上車的時候 他沒有搬出旺角 他說 是要出旺角的 我問他是不是直通 他不回答 他只是說 要出旺角的 原來又是經深水埗 這樣也沒有騙你 騙了一半 本來如果直通 就節省很多時間 但是變得迂回 結果 究竟這條條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 鐵勇就扮長空 長空就扮陳坤 都扮了陳坤 陳坤原來是王河的內應 這個就是早幾期有交代過的 陳坤 結果從此以後 因為王河 因為把這個消息 陳坤把這個消息告訴王河 I mean 陳坤就跟王河說 你現在殺了那個長空 是假長空 所以你拿的這個腦 不是長空的腦 而是鐵勇的腦 於是王河就說 好吧 我相信你 從此以後 因為這件事 他也幫他踢爆了 又爆了一個很重要的情報給王河 王河當然沒有32黃金 於是從此以後 就很相信陳坤 而這個陳坤 其實就是長空 目的就是要把自己 安插在王河身邊 令到報一個最毒的局 可以堆垂王河 我想應該都一定要報局 因為他把五成的力量 過了給鐵勇之後 其實他只剩下五成的力量 理論上是不會夠他打的 所以就要用計 我覺得有點煩氣 但是這樣的佈局都可以的 最起碼他用一期之內解散 還可以接受 但我反而覺得用一期來解散 就覺得浪費氣 我覺得如果可以長些 去到後面才正式揭衷 就會好一點 因為根據以前看葉明發那些書 有時候不是他自己編 但是他這麼多年很多故事 玩這些扭轎 算一算 你越長的篇幅 反而他會失控 他不如在自己能力的控制範圍 我當前後兩期 就解拆了 反而少了 沒有機會有爆 你可以說他去轎很快 但我反而覺得浪費了少少 你不是說完全浪費 但是浪費了少少 如果可以去到後一點的時間 才揭破這個計謀的話 我就覺得會 你中間的追悍性和佈局會更多 或者是你現在揭破了長空和鐵庸 之前的佈局 你不要這麼快開股 我原來陳坤就是長空 到你真的可以 陳坤真的可以弄死了黃河 然後最後你才會說 我其他人是黃河 我是八抗的 這樣會好看一點 你現在全部開會 沒有了 我已經知道他的內容了 那怎麼會好看呢 之後的過程是不好看的 如果正面一點去看 如果他這麼早就揭破這個計謀的話 只能期望他之後是更加比賽的 還有要再扭 可能黃河一早就知道陳坤就是長空 但這個黃河其實又不是黃河 不斷反音 其實每個人都不知道誰是誰 到時候有火碰 就是劉爾達利 對 或者那個是楊公如 張家輝 千面人相 剛才你就猜中了 不對自己有些信心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希望及後還有一些佈局 要不然就會浪費了現在 有多少期 就是水鏡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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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出了九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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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很久了 但我覺得有些解釋不到的地方 就是黃河的功力都高得那麼厲害 當日龍山加長空加上功力大升的鐵絨 都說只能夠捱十五分鐘的話 黃河為什麼這麼急殺完長空就馬上離開 即時收拾現場所有人當 等全世界的威脅都不存在 他才回去換腦都不遲 反正腦是有限期的 因為這是長空的判斷 對於黃河來說 不一定保證在 你知道他們計算時間要很準 如果不能在三個小時後解決他 就會覺得自己計算不準 而內疚 心煩 心煩 多疑 失眠 諸如此類 這個是我的保原 如果我對你這個疑問是一個保原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他現在是拍了他爺爺的腦子進去 應該是黃河移植了自己的腦子進去孫子的身體 長眉 長眉才是爺爺 長眉才是爺爺 長眉已經匯集了一棵樹千幾百年 不知千幾年的精華 他不可能比長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還需要長空的腦子呢 即是他已經夠厲害了 不是拿了力量 所以沒有拿了智慧 可能覺得不夠奸 拿了智慧 沒有拿了智慧 即是他會不是拍雙核 他只是拿了力量 好像說沒有說 沒有說給他幾千年智慧 你是在說腦子嗎 對 如果給了幾千年智慧 你還是這麼倒閉在現世的傳統中 他應該是拿了一些精華走的 那就無謂了 因為講到黃河 長眉 之前這麼超煩入性 是因為融匯了中華幾千年的智慧精髓進去 不單是力量 如果不然的話 只是說力量 一早長空就已經用計謀收了他皮 其實是不是側寫 作者想說中國幾千年的智慧都不太如是 都不及長空那一百年的絕世長空 所以我覺得 這裏就有些古怪 只有偶接受 他都寫到這個地步 你可以不接受 信不信寫人的貪念 千年智慧都可以有執著 還有拍雙核 他就拍到腦子 其他電腦都三核 四核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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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的電腦也來玩 看看最後八期會不會更精彩 不要寫爛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星期尾就保護家庭 到時再見 拜拜